我中国人 我打古服 我要把这个改成韩文吗 这不一个道理 他看得懂韩文 他为什么要喊话 但是他好懂啊 二乱接中他可能要死 这么果断 这每次一打古服 打完古服 打韩服 老是不习惯 这两边的一个转换太大了 在古服的话他这一波应该 要用极限神 这个闪现你们知道意义是什么吗 保血量 他可以一开始不用 但到最后残血的时候还是要赢 至少他现在还能兑现 他没闪了不搞钟吗 这好搞一波钟啊 他没闪 这不是杀中单的机会 我把线还兑在这了 我时间我打得起 到我APP 这能扭掉啊 看这箱子中了呀 这箱子中了 NICE兄弟 卧槽这大起大落的 大起大落的 卧槽 主播人傻了 刚才差点 好像开始要输 后来又要赢 输出赢赢 生生死死 一开始是我要死 没必要吧 没必要吧 要不你把我线推了 不过他们辅助 这波不应该来的 没道理 来的没道理 不然我们二不二随便呢 这J O Y C E 用的 超肯卡 没死了 这玩意的话 还是要输出赢 这玩意的话 我们就会让大家尽力 一开始游戏 1个人 好了 这玩意的话 微言 1个人 二次会 1个人 这个人 来 1个人 吹 他不送得离家 隔血是不是已经加强了 来尝试一下 是加强了不 是加强了 改了改了 还好看一眼兄弟 我差点习惯性的买那个战锤 一伙试试强度啊 这又改成这个 这把锤子了 那我好像在出合血之前没有CD是吧 水丁燃烧宝石可以是CD 他在那里去 啊?EZ是对面的吗 我还想这全杀兄弟 我这大刀还在隐身 准备追死了一个呢 为什么EZ在我家出来啊 这是对面呐 我差了 这是对面呐 全殺了 可惜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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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迷茫起来了 他们在点的14.10是谁的闪呢 汉化就是要主要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说谁没闪我都不知道,而四个很关键,对这个信息很关键 我需要知道谁没闪,这样我可以去针对他 这我针对不了 这我试试,敢飞 用血量up 这 盐缺是要干嘛 直接放吗 对面下路miss了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好像是要直接放先锋 突然出奇不已 再吃一层 啊那层呢 A一下 卧操 内城我还没吃到 不过落的人头到也行 我这把带着双刃行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出CD钱 可雪的核心是CD啊 看一下可雪加强了啥 装备改了然后呢 血量是不是没什么变化 还加强了啥呀 我记得不止这个小装备改了 那他这个韩文我看不懂 我来 我来 我的面具嗎 為什麼 他還能再飛一次兄弟 又不算了 這波可關我沒關係啊 我死我的 你死你的呀 沒事 從現在開始我將一次不死 這還是不能跟藍槍皮呀 改的我這幾次死的有點冤啊 不過最後這一次死的反正是我浪 給他 給他 感谢妖哥宠的30张淘盆卡,谢谢我妖哥宠的30张淘盆卡 大气大气,点了 这就结束了,卧槽 有点快啊 这妖哥宠的30张淘盆卡,打击打击 开局先胜一把 死一把,加班一小时,哎呀你们说这话也没用 一次没死